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马上来听听郑华介绍他们今年三个特别的电源供应器产品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欢迎到Enterbox 来到我们郑华电脑的摊位 我们郑华电脑成立于1992年 是一个专业的电源供应器制造商 在东莞拥有自己的工厂 我们的技术跟我们的品质 是电源供应器业界第一流的 现在我们就来大约介绍一下 我们今年在2019年Computex 它的一些新产品 大家可以看到 以下闪闪发光的 ARGB的电源供应器 现在一般在业界 有ARGB的 一般只有风扇的部分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郑华的ARGB风扇 配有ARGB风扇的电源 不只在风扇 连Connect的接头部分 也是可以同时配合着ARGB的时序 来去发亮 这是今年最新的产品 也是在会场上最引人注目 受到很多buyer想要购买的产品 另外第二个介绍的就是 这个模组化 振华电脑的模组化电源 一般模组化没有什么 大家都有 它的强项在于 我们注意看到它的Connect的部分 它是一个以类似九宫格的方式 来呈现这个Connect 那这个Connect有什么好处呢 其他一般来讲 以往的模组化电源呢 它的Connect都是有一个 A配A B配B 都是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但是有了九宫格的设计之后 你只要任何 你需要用到什么的接头 你插在任何一个九宫格的位置 只要插得进去 全部都可以试用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专利的强项 接下来呢 再跟各位介绍到今年2019年 另外一个新系列的产品 LiDEX3 LiDEX在台湾一直卖的非常有名 而且品质稳定都很高 我们现在呢 特别出到LiDEX3 LiDEX3最近在欧洲的评测网站 测到了它的平均值 噪音的平均值呢 是10.35dB 已经创下了世界上面电源供应器呢 业界里面最低噪音的成果了 那这一切都仰赖我们自己的风扇技术呢 跟我们电源供应器的技术 这只有我们里面有 因为这个电源供应器里面 导入到了SFX这个系列 这个系列 电源系列的规格的产品 那我们现在推出的 有550瓦跟650瓦金牌 在不久的将来呢 我们会继续朝的更高瓦特数 更小的体积来迈进 以上是震滑电脑 在这个2019年 电脑展呢 所呈现的所有的新的产品 谢谢各位